第五十七屆金鐘獎 戲劇類頒獎典禮得獎名單出爐啦 本屆新增的最巨人氣戲劇節目獎 由觀眾票選的結果最後由火神的眼淚勝出 戲劇節目創新獎方面得獎的是木婆客棧 而在迷你劇集電視電影方面 男配角爆出雙蛋黃 一個是由飾演少於威兒子13歲的白潤英獲得 另一位則是江河回流的皇冠志 女配角則由陳芋希拿下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女主角獎林晨熙 打敗邵宇薇 蔡淑貞等強敵 以第一次遇見花香的那刻拿下獎項 迷你劇集電視電影男主角獎 則是由已故的三金影帝吳蓬鳳以依作獎和回流獲得 這也是他第三次在迷你劇集稱帝 而一生一次的最具潛力新人獎得獎的是 演出斯卡羅的陳依雅 不好意思 因為七天不只有台灣而已 連世界各地都一樣 所謂的七天就是確診 你啊 你辛苦了 好感人喔 爸爸 淚盈眶耶 戲劇節目男女配角的部分二度入圍的李信成功以查金拿獎 在台上也不忘感謝黃劍委和溫生豪 而男配角獎則是由李明順獲得 這也是他繼去年後獲得的第三座金鐘獎 另外新增社的戲劇配樂獎則是由于丁密的池塘怪談得獎啦 最後大家最期待的星科是帝後陳亞蘭為金鐘獎寫下新篇章 打敗其他男星獲得最佳男主角獎 他在台上激動落淚而今晚最高潮落在女主角獎 且一缺以五分之二的機率成功奪下星科事後寶座 最後壓軸的戲劇節目獎則是由斯卡羅獲得 入圍11項的華燈初上最後沒能報回任何獎項 也讓粉絲們覺得太可惜了